老人投资100万元,买理财,到期后不能及时返款,银行,合同中曾解释到期不能到账,去年6月,济南市民王霞化名的婆婆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以下检测广发银行,济南分行营业员的推荐下,通过网上银行花100万元购买了一款您为广发多天力的理财产品。 据了解,这个理财产品投资期限是385天,业绩比较基准为5.4%,今年7月25日到期,王霞告诉记者,今年5月,他购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二手房,他在咨询银行工作人员款项,能在到期日到账后,把交首付的日子定在了7月25日。 近日,当王霞再次咨询银行工作人员时却被告知,款项要再到70天后才能到账,交首付日期就要到了,这可急坏了王霞。 目前,广发银行正在就此事进行协调,老人花1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,曾被告知能及时返款,去年6月,一名广发银行的工作人员,登门推销一款,名为广发多天力的理财产品。 王霞告诉记者,去年7月在广发银行工作人员的介绍下,他的婆婆在告新区广发银行一个社区营业光点,透过网上银行,购买了这个理财产品。 当婆婆购买了理财产品后,并没有拿到合同,只是带回来了几张评证。 记者在王霞出示的评证上看到,她婆婆购买的产品名称,是广发多天力X385天的201724,投资期限为385天,2018年7月25月到期,投资本金100万元,业绩比较基准5.40%。 今年5月,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二手房,房款总共390万元,我打算用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副首付。 王霞说,在买房时,她曾咨询过银行的工作人员款项,是否能再到7月返还到她的账户。 对方表示能及时返还时,我把交首付的日期,定在了7月25日,不能按时缴纳房款。 我已要因此承担违约责任,到期并不能到账银行,合同占以著名。 今年7月,当王霞再次咨询银行工作人员时被告知,款项要在到7日10天后才能返还,最早也要在7月27日下午6点前。 王霞表示,她婆婆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,并没有工作人员解释过盗期和盗账时间不一致。 盗期是这个理财产品中指,盗账的话,还需要一定的流程,一定的时间才能将钱返还到客户账户。 广发银行锦南分行产品经理理解告诉记者,客户在网上购买理财产品时,会有电子合同。 在广发银行柜台上会有纸质合同。 但是,无论是在纸质合同,还是电子合同上,都有关于盗账和盗期问题的说明。 关于我们银行的业务员有没有向客户说明这个问题,我们还需要进行核查。 理解告诉记者,广发银行将通过网霞购买理财产品时的录音录像,核实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否跟客户说明了情况。 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告知客户,我们会按照公司流程来处理。 锦南分行正在和总部沟通,昨天下午4点左右,记者再次联系到王霞。 他告诉记者,昨天下午他和李铁进行了沟通,沟通过程中李铁给王女士展示了一款产品说明。 账面显示王霞婆婆购买的理财产品到账模式为T加时,T是理财产品到期日期,实施到期后到账的天数。 王霞告诉记者,李铁告诉我,7月24日上午10点之前会给我一个回复,但是回复不一定让我满意。 李铁告诉记者,关于广发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否进入营销,还需进一步合唱。 关于规定银行的工作人员,必须向客户解释到期日和到账的区别时。 李铁表示,曾对工作人员进行或统一培训。 李铁表示,王霞的婆婆所购买的这款理财产品,并不是广发银行的,是我们帮两家证券公司代销的。 李铁告诉记者,关于具体的代售方法,是广发银行总行负责引入,请安分行负责销售。 我们现在正在和总行沟通,尽最大的努力,但是结果不敢保证。 来人中心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